是因为我要回新疆嘛 然后就是想着先把猫寄养 我在朋友圈发的这个通告 他看到了 看到之后就说 你的猫真可爱啊 怎么怎么样 就我刚好闲着帮你养 4月13号 夏女士发了一条朋友圈 向朋友求助帮忙暂时照看家里的三只宠物猫 她说一位冷先生主动表示 可以帮忙照看一段时间 聊天记录中 对方说东西收拾好 可以送我家 我自己住 4月21号 夏女士委托朋友 把猫和宠物用品送了过去 当天冷先生还发来了和猫咪玩耍的视频 过了几天 对方告诉夏女士 说是房东发现他养猫 要他支付一笔费用 他说房东不让养 然后要了我两千万块钱的押金 给我看了截图 冷先生发来一张聊天截图 上面写着 新房子我不希望有宠物出现 你支付两千 合同到期后的维修和空气清新费用 多退少补 还有一张两千元的转账截图 夏女士说 当时没多想 给对方转了两千 后来发生的事就有些离谱了 我这回回来看猫 他让我看了 然后我要取猫的时候 他跟我说 早上猫跑到天台去了 跑到天台之后 他说要救援猫 找了物业 找物业 找了三个保安 给他们打车费 给了一百块钱 说来了四辆车 还是五辆车 然后在下面拉那个备单 拉备单 旧猫 然后说给这五辆车 每个车给了八百块钱 跟我要了四千块 冷先生发来了一段 猫在天台的视频 自己和物业的聊天截图 以及一张给物业方的 四千元转账记录 这次夏女士没有转账 这个很明显就是在骗人 就有点假了 我跟他说 我看一下旧猫的视频 我看到了 我就把钱给你转过去 然后他就直接打电话骂我 说了一堆很脏的话 然后把电话挂掉之后 把我拉黑了 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呢 朋友 你们怎么认识的 之前在网上认识的 见过面吗 之前 之前没有 就这回是去找猫的时候 夏女士说 自己的手机号和微信 都被对方拉黑 她请朋友帮忙联系 对方又给朋友 发来一张收款二维码 让我朋友再给他 转两千块钱 他才给这个猫 冷先生还强调 先转账 留下地址和联系电话 他会叫车把猫送过去 多次协商后 夏女士向对方 转了两千块钱 我是想的就是协商 把猫要回来 他要是真的 就是想要这个寄养费的话 我们是可以给他的 但是他这么骗 我就觉得 就不太正常了 随后 记者和夏女士 前往冷先生租房子的 杭州锦邻云会小区 核实情况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最近小区 没有发生过 救猫的事情 他帮忙联系了房东 夏女士说 自己已经支付了 四千块钱 现在希望 先把猫要回来 不过 他想再等一等 第二天 再去找对方 第二天上午 记者再次前往小区 物业经理表示 他调查到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情况 前面是假的 他伪造了我们 跟管家的聊天记录 伪造了我们 微信转账的一个记录 并且跟业主的聊天记录 他也是伪造的 他昨天找过来 说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联系了业主 联系了管家 把聊天记录一对 那几目了然了 现场物业经理对比了双方提供的聊天记录 他说管家平时和业主联系 用的是企业微信 下方有企业标志 他那个是聊天记录 它是一个绿微 就是我们的企微跟绿微 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 它这个支付那个凭证是扫码 但是我们把那个当事人都喊过来 他都是没有的 物业经理还表示 公司从来没有宠物救援要收费的规定 物业经理还提供了和房东的聊天记录 房东表示 自己和对方聊天 直到装电视机这天 其他都不是本人 这时夏女士也到了 她说前一天晚上 猫被送回来了 记者也想听一下冷先生的说法 在物业的陪同下 找到了冷先生的住所 敲门后过了一会儿 对方拎着酒瓶出来了 夏女士当场报了警 她的朋友已经把猫的寄养费给我 合理结算过了 另外两千块钱是什么 说法 一千二百 让发出钱加上全物整结 那她的意思是 她有一笔钱是转给房东 但房东说她没有拿 那笔钱是 她的钱都是转给我的 我自己要花钱找的 请我帮我整结 这两千块钱 她今天就是要找你来退这两千的 你愿不愿意退 没有要起诉 你的意思就是不管 不管就当起诉是吧 我现在就是如果说 报警不能处理的话 那就做法律程序 冷先生向夏女士要的这几笔钱 是否合理 要钱的过程是否存在问题 记者咨询了律师 她就是虚构了一个事实 而且这个女孩子虽然是 看起来是主动的把钱给了这个男孩子 但实际上 她是被迫的 是受胁迫的 也就是说从民事角度来讲 她受胁迫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 所以说她有权要求 对方把这个钱还给她 虽然她诈骗罪够不上 但是她属于那种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这个诈骗行为还是在的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我认为是有权要求